接下来是杨岳乔议员 主席,我很好奇想请教局长 原方案,就是说政府推出这个补助金1060之前的原方案 我相信局方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 是一个对社会大众最有利益 也是纵使调高了申请年龄 都对60到64岁的人士的影响是有限的 我相信局长是同意的,对不对? 局长既然同意,为何现在要推出补助金? 主席,我估计今天几位议员都提到我们 有些政策在过往一段时间有些调整 我实际上有时也有点困扰 究竟大家是否希望我们不听大家的意见 因为有很多意见我们觉得是可以去采立的时候 我们都会尽量去采立的 所以这个因为实际上是一个政策的原则里头 本身我们基本上也都不是希望去省钱 而因为我们有一个豁满入息的计算 如果他真的肯去做事 这件事的所谓最低工资都好 或者很多工资上都不是给最低工资 就是只要他做六十个钟头 已经远远的收入高于中缓标准更额的差额 所以我们觉得对他们实际上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一些有工作能力和健全的人士 就是他能够维持工作 不论他有一个存职或者是一个兼职的话 对他的心身健康都会有帮助 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希望有少少的鼓励 比如刚才我提到 如果他需要去找工有关的支出 包括交通的支出 我们都会有津贴给他 所以你不参与就有少少的长职式的惩罚 而实际上我们也有些鼓励的措施 主席 其实逻辑很简单 当然跟逻辑局长讲逻辑 我当然是没有资格 但我尝试试一下 既然如果原方案是好的 那就不应该要有补助金 或者是一个补救方案 局长的意思就是因为 既然你想我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就听一下你的意见 但是现在大家的意见 是要求你撤回 那这个又 为什么今次政府又不肯呢 既然如果 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省钱 那为什么 起码就算不撤回 都暂缓先呢 起码容许一段长一点的时间 让政府做好所有应该要做的事情 包括局长 其实是否知识 现在有很多在坊间里面 其实真的需要这些服务 或者需要纵援的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一些最低收入 最有需要的人 而现在实际上我以洗碗为例 局长又知不知道 现在六十岁去申请洗碗 其实已经很有困难了 基本上那些 那些餐厅 那些酒楼食肆 其实他们是不会请的 这些局长是否知识呢 主席 暂缓呢 主席 我知道很多时候 许员都会给我们很多意见 政府有一个责任 都会看不同的意见 哪些我们可以 在现有的政策里面 去吸纳大家的意见 所以 能够做得到 我们都会尽力去做的 我们不会因为 我们不接受一部分的意见 就是所有意见都不接受的 我的理解呢 不要管他是哪一种工作 在基层的工作 不管他是飲食业 或者是零售业 实际上我听的僱主的声音 似乎我听不到有这个障碍 他会不拼用一个六十至六十四岁 一个健全有工作能力的人 主席 我很担心局长所活在的香港 和我们今天全体委员活在的香港 是否同一个香港 好 相信局长没有补充的了 好 我先到我的名单 等大家掌握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 就是很多同事 继续举手 潘少平良 姚中 朱海迪兆佳 一张陈志全 麥美娟 张超鸿河啟鸣 周豪鼎 那我们现在一个 因为都要看看 待会的时间 究竟有没有可能进行第二轮 因为我们也有相当多的动议 是陆续进来的 那我提醒同事 如果有一些的临时动议是想处理 请尽快交给秘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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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